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近日赵薇演艺事业出现风波 林心如工作室注销 一时间引起网友热议 林心如婚后很少有新作品 她和霍建华的爱情故事也让人羡慕 2016年霍建华和林心如在巴厘岛举行婚礼 这则消息一出 有人感慨青春已逝 有人怀念当年岁月 但更多的是对这对毕人的祝福 婚后的霍建华 鲜少在出现在屏幕上 一个事业狂多情种 却甘愿回归家庭 究竟看尽浮华 想要享受平静 还是林心如的魅力太大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霍建华的精彩故事 霍建华 1979年出生于台北 她的原生家庭并不是很幸福 霍建华很小的时候 她的父母就离婚了 她是被爷爷一手带大的 从小就缺失了父爱和母爱的她 整个人变得越来越忧郁 越来越不爱说话 也不爱跟别人交往 这样的童年经历 也直接造就了她不喜欢参加综艺 不喜欢出现在公众眼里的性格 她常常一拍完戏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人十分低调 或许是从小没有感受到被父母说教的滋味 霍建华非常喜欢说教 所以在娱乐圈 她一直有一个老干部的称号 作为霍建华好友的胡歌 也曾说过 霍建华是一个很闷的人 但是内心又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 其实霍建华的家庭背景非常雄厚 在鲁易有约的采访中发现 她其实是个官三代 她的爷爷是台湾法律界的权威 在各地的法院都有过从业经历 她的父亲也是官场中人 哥哥则是派出所的局长 很多人听说过这件事之后 觉得霍建华能够大火 一定离不开家里人的帮助 但作为一个传统的官场世家 是不可能支持自己的孩子去当明星的 所以霍建华如今所有的辉煌 都是她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她最开始接触演艺行业 是在19岁入伍前 在等待入伍的那段时间里 霍建华整日在家没有事情做 于是就想着去找个工作 打发一下时间 机缘巧合之下 她进入了一家传播公司 担任助理及外务的工作 当时公司派遣霍建华 跟在曾国城旁边 端茶倒水 买槟榔 送文件 所有琐碎的杂事 她都做过 跟着前辈们不眠不休的工作 在那段时间里 霍建华深刻地体会到了 在幕后工作的辛苦 但也正是这段经历 霍建华渐渐燃起了 对演艺事业的雄心壮志 在当助理的日子里 浩学的他默默地在一旁不断地学习 也了解演艺圈的动态 但是他最初的梦想 并不是做演员 而是当歌手 扶完兵役回来之后 他为了获得演唱 电视剧《原生代》的机会 主演了个人首部影视剧作品 《摘星》 并为电视剧 独自配唱了一系列的影视歌曲 从此踏入演艺圈 而他在美女如云的演艺圈 情难自尽 也开启了一段香艳的历史 在2003年 刚出道的霍建华 出演了《海豚湾恋人》 在这段剧中 作为男二的他 很喜欢饰演女主的张绍涵 两人在剧中拍吻戏的时候 霍建华就情难自尽 吻得很深情 让张绍涵直呼受不了 不过两人这段感情还没开始 各种片约就随之而来 在同一年 霍建华因为拍戏 再次和其他女演员产生感情 在拍《千金百分百》的时候 霍建华就和陈乔恩 假戏争作 拍完戏 就被媒体拍到 一同买内裤的场景 他们这段感情因为曝光 导致他们各自都被公司血藏 这让他们的事业 开始走下坡路 他们的感情 在种种阻碍之下 还是破碎了 但陈乔恩却有幸成为霍建华 唯一一个成人的女朋友 后来霍建华得以贵人相助 复出开始拍戏 复出拍戏的霍建华 先后和大眼美女叶璇 叶明远播的观之灵 和大学生楼一霄 都传过绯闻 当然他们都是因为拍戏认识 并在戏中有吻戏 所以才被传出绯闻 其中霍建华最让人震惊的一段情史 是和张新宇 他和张新宇在一次宴会上认识 互相看对了眼 常常被媒体拍到有亲密举动 随后不久 居然有媒体爆料 他们在杭州开房的消息 但此时的张新宇 是李成的女朋友 据李成说 和霍建华发生关系后 张新宇就主动对李成坦白了 当时大黑牛李成气得不行 直接在张新宇微博下评论 祝你和霍建华幸福 一时间 两人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可面对媒体 两人却失口否认 久而久之 这段绯闻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2012年 《笑傲江湖》的拍摄 让霍建华和初恋陈乔恩又碰面了 当时霍建华早前已知道 他要和陈乔恩同台搭戏 但是陈乔恩毫不知情 当霍建华再一次出现在陈乔恩面前的时候 陈乔恩恍若隔世 但最终还是选择放下了 以往的感情纠葛 一起合作了 让陈乔恩大火地笑傲江湖 拍戏期间 他们之间的那段感情 再度被媒体挖了出来 还屡屡传出 两人已经复合的消息 但当时霍建华的回应是 两人现在是很好的朋友 这种状态很舒服 并不想去打破 在此 霍建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还曾表示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抹不去的恋人 我心里有一个位置 不管以后怎么样 都一定会留给他 虽然没说他是谁 但外界解读就是他唯一承认过的女友 陈乔恩 霍建华提到两人分手的原因 说道 他想要很多的安全感 但是由于工作原因 我并不能做到最好 为此 陈乔恩遭受了很多网友的攻击 霍建华在此时也很勇敢地站了出来 用一句不要伤害他来回应媒体 细如人生 他们的结局最终也会和令狐冲和东方不败一样 没有走到最后 从最初到现在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霍建华不仅婚姻美满 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霍建华和林心如刚结婚时 两人十分低调 很少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 并且也极少在社交网站上发合照 恰好在大婚之后不久 林心如就生下了一个女儿 于是媒体便普分捉影 认为霍建华是被林心如代孕逼婚 一时间霍林婚变的传闻屡见不鲜 对此霍建华夫妇并没有做过多解释 直接在公众面前和社交平台上大肆秀恩爱 用实际行动让传闻不攻而破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 霍建华和林心如这意料之外的婚姻 说是意料之外 是因为这两人多年来都是以好友的身份 出现在媒体面前 从来没有人往这方面想过 所以才会有媒体猜测霍建华是被逼婚 霍建华说自己和林心如是在拍摄地下帖的时候认识的 当时就非常喜欢林心如 两个人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因为霍建华的性格属于比较孤僻的那种 所以基本没什么朋友常常宅在家里 但是那个时候林心如就会约他出去玩 当时林心如已经是红遍两岸三D的荧幕女王 代表作十个手指都数不过了 霍建华也是势头正旺的小鲜肉 在剧中他们分是男女主角 一个眼盲心亮的纯情少女 一个是有理想又抱负的漫画家 剧很温暖但是结局也很残酷 早年间偶像剧尤为喜欢不治之症的套路 所以在剧中他们没能最终成为眷侣 而戏外霍建华成为林心如来往较多的好朋友 包括常吃饭K哥 但是因为两个人是多年的朋友 霍建华就不敢主动去追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失去了这段友谊 2011年林心如首次担任制片人 拍摄电视剧《轻视黄飞》 三顾茅庐邀请霍建华 单演了这部剧的单二 由于在剧中有感情戏 所以他们开始传出绯闻 拍摄期间两人还被拍到初双入队 到超市购买日用品 但当时两人均回应只是很好的朋友 霍建华此前吃过很多绯闻的亏 所以这次他害怕因为绯闻伤害到林心如 便小心翼翼 在剧组从未踏入过林心如房门半步 进水楼台之下 他却严格避讳瓜田里下之嫌 二度合作之后 两个人的日常互动越发频繁 粉丝和舆论也越来越想把两个人撮合到一起 期间 网友们根据两人的微博图片以及地点 总结出霍建华和林心如热恋的四大证据 分别是情侣格子衫 同款情侣手链 同款情侣棒球帽 林心如摔倒 霍建华闪电探班等 2013年3月 林心如微博发了一张两人头贴头的亲密自拍 吼吼吼 难得跟我们的皇上在故乡见面 手指数得出来的次数 张博志的化妆师前好友Rick King 立刻留言 一对小情侣 恭喜恭喜 这下火眼金睛的吃瓜群众纷纷猜测 两人这是要曝光恋情的节奏 同年 霍建华做客一档访谈节目 谈到跟他传过绯闻的女明星们 老干部表示自己的澄清方式就是沉默 并称他只管得了自己 结果绯闻女主之一的林心如 不满隔空喊话 麻烦你接受媒体访问时回应一下绯闻 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在回应 我也是女生 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 下次你自己答吧 霍建华在节目中看到这段视频 一脸笑意满满 表示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2016年1月份 林心如40岁的生日派对上 霍建华在南京跑完宣传后 特地打飞滴 飞回台湾 但由于霍建华迟到 一进场就被灌酒 老干部趁酒告白 而林心如对霍建华也有好感 并将两人十年好友的身份 提升到了情侣 不久就在巴厘岛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霍建华在鲁玉有约的节目中谈到 自己结婚之后非常的恋家 只要有时间就想和自己的老婆孩子 见面和联系 但说这些话的时候 霍建华脸上的幸福感 真的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今年七夕 林心如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照片 照片中的她虽然戴着口罩 挡住了大半张脸 但是笑得眯成一条缝的眼神 骗不了我们 搁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 满满的幸福感 此外林心如还晒出了一小段视频 视频中霍建华就坐在她对面 两个人都拿着手机 由于剥裂的反光 形成奇怪的同框模式 显得又爱又有趣 在疫情来临之前 他们没有工作的时候 还常常会和朋友们一块聚餐 夫妻感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 虽然外界质疑声不断 但霍林夫妇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他们正满心欢喜地 过着自己的小生活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